修正加赛瞄准偏移量的5个小技巧 最后一个职业选手也不干打 技巧1 大力加赛球 遇到中等距离球形 想加右赛打进 先用中肝瞄准进球点右侧一点点 保持手架不动 转动肝头到右赛的点位上 眼镜的视线还要停留在红线上 就能将球打进 平常如果遇到像这样的球形 就可以用中低肝右赛将球打进 顺利交到黑球的位置 技巧2 小力加赛球 由于力量小 肝头挤压白球的偏移力也会小 那就不需要做过多的修正 只需要先从中肝的位置瞄准进球点 保持手架不动 转动肝头到右赛的点位上 就能带着旋转将球打进 平常像这种大角度贴裤球 先用中肝瞄准目标球后一颗球的位置 将肝头调到右赛的点位上 白球就会先打到裤边 再把红球扫进去 技巧3 长抬小力量加赛球 目标球距离较远时 正常打进球后 白球会撞到黑球 结果黑球不好打 此时就需要用到小力右赛的干法 这种球的瞄准就会跟之前的方法不一样了 先用中肝瞄准进球点偏左一点点的地方 再保持手架不动 将肝头调到右赛的点位上 白球就会从左侧带着一点点弧线的效果 拐到右边去 将球打进后顺利走到黑球的位置 拿下这局 技巧4 当目标球被阻挡时 正常击打会碰到障碍球 此时要略微抬高一点手架 击打左赛低肝点位 瞄准在进球点右侧一点 母球就会拐弯绕过黑球 将球打进 技巧5 当白球贴裤时 要走位黑球 直接打 白球的位置不理想 如果此时直接加左赛 偏移量是最大的 非常难瞄准 这是因为球杆的方向容易牵引白球 朝左侧方向跑 此时可以直接从左赛的点位 瞄准到目标球的进球点上 白球就会直接顺着球杆的方向 牵引到进球点上 将球打进 顺利走到黑球的位置 拿下这局 下课 下课 下课